曹丕接受汉献帝 善让而称帝 刘备作为汉室宗亲 效仿光武帝 刘秀的例子而称帝 孙权虽然统治地狱 麾下军力都强于刘备 但他想要称帝 却完全不合法统 名不正言不顺 江东孙氏出身微寒 孙权的曾祖父 只是个无名瓜农 此前祖先全部可考 南比蜀汉刘备 作为汉室帝义的正统号召信 因此为了找寻到 自己称帝的合法依据 孙权才耐心等候 从继承孙策基业 作令江东起 花了近三十年时间 终获成功 公元两百年 孙策遇刺身亡 孙权继令江东武军 和曹操交好 授封陶鲁将军 汇姬太守 又击杀叛变的 卢江太守礼数 公元208年 孙权联合刘备 赤壁之战大破曹操 收取江夏郡长孙俊北 由刘备上表 孙权从此自称 车骑将军 徐州墓 鲁肃等江东群臣 从此称孙权为至尊 以示尊崇 公元210年 孙权派遣布置 率千人南征 焦州九郡望丰祥顺 公元215年 孙权和刘备签订香水之盟 收取长沙贵阳二军 公元219年 孙权联合曹卫 袭杀关羽 战服刘备军约五万人 于晋部降族三万人 夺取京北三郡 并被曹操控制的汉朝中书 加封为 朴棋将军 荆州墓南昌侯 公元220年 孙权前史支持 曹丕代汉称帝 并将为国降降于晋等纵归 公元220年11月 曹丕次孙权九席 封其为 吴王大将军 领荆州墓 截都京阳 交三州诸军事 公元221年 公元222年 孙权任命陆逊 伟大都督 迎击刘备的复仇军 并在萧亭之战 大获全盛 斩杀蜀军四万人 武陵蛮军万人 公元222年 因为孙权屡次拒绝 曹丕的派遣 其子孙 等为人质的要求 为国三路大军南征 被吴江珠环 朱燃等击退 公元222年底 孙权派邓全 至白帝城 拜业刘备 和蜀汉重新和好 又暗中派遣奸细 暗通南中 豪强雍凯等人 公元223年4月 刘备病逝 雍凯趁机起兵 杀贱宁太守正昂 又把一周太守张义 绑复吴国 孙权封之为永昌太守 岳西郡杀死郡江交黄 桑科郡杀掉从事长旗 南中三郡皆返 公元223年11月 蜀臣邓之访无 应其所请 孙权放还张义 公元224年下 吴臣张温访暑 蜀吴两国重新通好 公元225年3月 诸葛亮南征 雍凯被杀 孟霍代之为叛军首领 到秋天 孟霍降服 南中乱世平息 看刚才说的时间表可知 显而易见 如雍凯等蜀汉南方的当地豪强 在孙权的侧洞下 起兵席卷南中三郡 最终却只是被孙权当作了 和蜀汉重定盟约的棋子 卖了个好价钱 正因为此时的蜀汉政权 前后丧失约十万人 其中关羽军团三万 荆州留守军数万 刘备中军主力四万和武陵蛮一万 骨干将领折损无数 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因此才不得不在新的盟约中 承认了东吴对荆州的所有权 诸葛亮此后的第一 第二次北伐 正是蜀汉以实际军事行动 表达了再不会计较荆州和萧亭两战的救援 随着蜀军北进 曹魏也将重兵吸移 孙武北方战线的压力顿俭 而且此时蜀汉的国力 兵力和版图 均已经被严重削弱 对东吴处于一比二的劣势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 诸葛亮不得不做出 意识形态的重大让步 放弃了蜀汉政权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 公开承认了孙权称帝的合法性 两国竟实现中国历史上 空前而非绝后的二帝并尊 得到了自称继承两汉法统的蜀汉政权的认可 后孙权从无王变无帝 就不再只是自说自话的闹句 因而也具有了相对的合法性 在石亭之战 陆逊率军重创 为国曹修军团 斩首万人 令曹魏数十年兵封不敢南进后 孙权终于可以安心称帝 也终于能放心将都城 从武昌迁回建业 孙权继位 年仅18岁 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在相当程度上 受制于淮寺创业元老 江东世家大族 在各方势力有意无意的撤肘下 吴军在淮南方向的攻略屡遭败疾 成就了张辽 乐进 蛮虫等人的仪式功名 也给孙权留下无善战之恶名 可孙权还是历时二十年努力 将版图从孙策时代的五个军 扩张到三个州二十余个军 更把自己从杂号将军汇姬太守 变成了吴国开国皇帝 赤壁之战后 因为赐利和经验不足 孙权一度被经验丰富的老阁刘备细耍 自己四战朝湖 独抗曹操几十万大军逼领 前后整整十年 反让刘备空手套白狼 从一个依附自己的附庸 到晋取经一两周 敬成汉中王 为人作嫁十年后 孙权也迅速成长起来 成为一名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将权某手段运用的炉火纯精 他通过从白衣渡江到二帝并尊 这十年间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 将刘备 曹操 曹丕等天下枭雄尽数细耍 或是千古奇才诸葛亮也不得不妥协 不但成功称帝 更获得了一个持续整整四十年的稳定武蜀联盟 还让东吴的国力兵力和版图 始终保持了对蜀汉两倍以上的优势 因而在同盟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 不至于重蹈赤壁之战后 被刘备反客为主的负责 对于一心割据江南 从来并无一统天下之念的孙权而言 此番操作却是出神入化 无可指摘了 无怪后世友南宋豪杰新气急 对孙权甚是推崇 年少万都谋 作断东南战未修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众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